Hello大家好,我是飙少 大家好,我是小高 今天买了两只卢曼 也叫花曼和雪曼 这个卢曼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野生的是不能吃的 我这个是养殖的,一斤五十块钱 这一只是三斤多,这一只是四斤多 然后朋友帮我买的 卢曼的生命力它是非常的顽强 它可以生活在淡水里 也可以生活在海里 而且它能够长时间的脱水 经常会爬到陆地上去觅食 它喜欢咒服夜出,晚上去觅食 而且它会吃很多东西 小鱼小虾,昆虫,青蛙,还有老鼠这些东西 它都会吃,就是很凶猛的那一种 那我这个就是淡水养殖的 为什么会成为国家保护动物 因为就是被人家大量捕杀 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蛋白质,钙元素 被称为海中的人生 所以被吃成国家保护动物了现在 我们在野外看到野生的要给它放生 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凶猛,这么机敏 为什么还会被人大量捕捞到快灭绝吗 你看它走过的地方都有这种粘液 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它走过这条路 上面有它的粘液 它第二次走,第三次走 它还是会顺着这条路走 然后人就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 就是有粘液的地方 就肯定是有鲁曼会经过的地方 设下埋伏 不然它是很机敏的一种东西 它在水里很难抓到它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去处理一下它 没什么活力的 我先处,煮 然后还有一条就是比较有活力的 我教司机送给那个猪猪 这个清理一下就是一个做干锅 像那天师傅教我的那种 然后一些就是给它炸了放起来 人给它揉搓 把它的这个粘液就是刮掉 公公帮我们都杀好了 我们杀不了 这些就是留着下次 然后这些一半拿来那个鸿蒙 一半拿来那个炸 先一些焯水一下 没有焯水那个粘液都实在是弄不掉 现在我要捞起来顺带给它分一下 这个小块的等一下拿来炸 把大块的拿来那个鸿蒙 这个是在弄鸿蒙的 放一些蒸鱼豉油 下盖盖子 等它慢慢的焖 给它腌制一下 像虾炸粉 给它裹一下 熟了 我闷得熟了 香味已经出来了 试一下是什么味道 这个肉真的很细腻 这个炸的它的里面那个鱼的那个汁水保留的很完整 就是一咬到里面有鱼的那个味道 然后这个皮感觉QQ的 肥肥的那种 吃起来脆脆的 这个刺挺少的 今天这个做法是那个师傅教我的 真的很简单 这个肉也很容易熟 真的是外酥里嫩 跟我们这个荔枝肉一样的做法 我感觉干锅的味道夹得还蛮实 更入味 嗯 我终于知道这个鱼为什么会被杀的那么厉害 它的这个肉真的就比普通的鱼肉好适合 我感觉它的皮就是默默的 然后它的肉又弹弹的 哎呦 现在不要到家吃到这么好吃的鱼 你们那边没有吗 没有吃到过这个鱼 你要不要给你放点辣椒 不用 我觉得这样它已经很入味了 怎么样 吃起来还可以 鱼肉很好 鱼是非常好的鱼 然后表扫的手艺也特别好 所以这两道菜就做得很好 我无法承受 这样的谬证 主要这个鱼 煮法比较简单就可以 这个鱼是好鱼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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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